一輩子工作 大學畢業後工作 也就是那麼三十多四十年 身體很好 而且三十多年 這裡很多東西 雖然已經編寫了成果 也是給國家一種招待招差 但是我覺得身體好 還能夠不斷吸收新的東西 還可以參與做一點事情 鏡頭前 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名叫趙煥婷 現年已86歲 除了特殊情況 他每天凌晨五點都會堅持來到辦公室開始工作 對他而言 讀書 做研究就是他的生活 我這個有這個愛好 越看越想挖掘材料 總會感到這個可能還不完整 還不滿足 所以我就除了上網以外 還要多突出觀察 要翻翻書 要看看新的新的雜誌 這些不斷補充 趙煥婷曾是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副所長 走進他的辦公室 可見牆壁斑駁 桌椅古舊 還有一落落泛黃的書籍與資料 趙煥婷在這裡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科研工作 建立了中國第四季 珊瑚礁地質研究的典型鋪面 為珊瑚礁工程地質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當下 趙煥婷正與同事合作撰寫 《南海國土環境資源與開發》一書 《全書與百萬字》即將於本月完工 其中詳細介紹了南海的概況 《南海國土自然資源與開發》 《和諧南海與可持續發展》等內容 這本書寫出來是對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了 如果是研究人員 我可以說現在也能夠總結出這個研究的情況 和研究的程度 對那些不是研究人員 比如說這個機關工作人員 南海那麼大 有時候五重入手 看什麼呢 不知道怎麼才能夠看得完 要是我拿出這本書來 有時間通渡一遍 就整個南海都可以放在腦子裡面 就清爽了 這本《南海》的百科全書 不僅對《南海科研》有重要意義 對趙煥婷也是意義非凡 他把這本書看作這輩子研究的總結 希望年輕的科研人員 能利用好他提供的墊腳石 是個總結啦 是個少結 因為這幾十年了 我們南海好多地方都去過 也研究過這樣那樣的問題 這本書就可以說一輩子的工作的總結 給下一代的人 一個墊腳石 下一代要研究南海 會站在這個基礎上面來 再往深入研究 再往那個高處提高 自己再感到很滿意了 趙煥婷2003年就已經退休 但他卻從未考慮過將工作放下 仍然助力著相關的學術課題研究 在各種重要的工作崗位上 散發自己的余熱 2014年 近80歲高齡的趙煥婷 獲得了廣東省和國家科技進步獎 我是參與中工作 還是一種幫的態度 不是常主角 是幫支持的態度 讓他們把工作做順利 然後因為我不斷還能夠 新的老的材料都能夠掌握的比較多 可以用在這個編寫成果方面 因此他們也樂意把我的 出來的文章啊 書作為他們的確定成果 扎根中國南大門研究南海數十載 趙煥婷親眼見證國家日益強大 科研條件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希望新一代的年輕人 也能越來越多的參與到祖國的科研事業中來 現在新造的船啊 裝備的更先進了 真是這個國家電線慢慢 一步步強大了 學費也好了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 一般的海洋調查 還有深海調查都發展 這幾年的發展深海調查 我都無言啦 老人都無言啦 但是有一批中青年人 已經深度都深海去了 這個國家的發展厲害了 從少年時期 趙煥婷便立志要科學報國 回首當年親手寫下的入黨誓言 趙煥婷表示一直以此要求自己 並時刻践行著 當時我呢就說這個 看到共產黨已經領導全國的勝利了 要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 這個國家這個 人的過好這個生活 生活 我就表示 要跟共產黨走這個 學士好專業 鍛鍊好身體 將來這個 為黨的事業 貢獻自己的力量 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腿的地方 這是新民主導的愛人 王不知 我們倆 師傅